我是雷池雪 圈殿下最有魅力的男人 长相帅气 武功无敌 所有见过我的小姑娘都会被我迷得深魂念叨 除了这个口是心非的女人 这女人是我的前女友 我俩谈了七年 结果后面的随便找个理由就把我给甩了 典型的渣女一个 但是我这人吧 虽然有魅力 但有个软肋 就是特别痴情 虽然他把我甩了 但是我总觉得他最后一定会重新回来找我 毕竟对比一下外边那些猥琐男 我才是男朋友的波尔池雪 最近因为我的倒霉弟弟 我必须接下一个单子 而这个单子里的合作人就有他 也就是说我俩现在不接触也得接触了 这女人果然口是心非 嘴上说着不爱了 结果我弟出事 他比我还着急什么 这只还把自己当自家人了呢 但我怎么可能会让他去呢 这种抛头露面的危险事 还是留给我们男人吧 我只要知晓他的法衣就行了 其实我接下这个单子有个重要原因 我不甘心莫名其妙被甩 想借着机会当面问问他当年的分手原因 而且据我对他的了解 他绝对不是爱慕虚荣之人 所以我敢肯定他当年跟我分手 一定有其他原因 果然被我猜中了 我俩做任务时经历了一次大劫 在我的逼问下 他说出了当年分手的事情 他是为了我的前途着想 不想我因为他的身份被嘲笑 毕竟戏子这个工作说出来 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一切误会都解释清楚了 我俩还总算可以重归于好了 误会解决了 但我俩的工作还得继续啊 在所有人的努力之下 这个大任务总算彻底结束 虽然这过程中牺牲了不少人 比如我的二叔 时隔这么多年 他老人家还是去和二婶团聚了 一对有情人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重新在一起 实在太可惜了